我先生所做的发言 我下面有请尊敬的法国代表 介绍其国家元首即将做的视频发言 谢谢主席女士 我下面有请 阿曼纽尔·马克龙先生阁下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致辞 大会主席先生 民事长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去年我们在纽约 集聚一堂时 我呼吁大家要有勇气 推动和平 共同地承担责任 这种勇气 我必须要说 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看到有健康 经济社会安全的冲击 这是前所未有的 也带来了 自从我们组织75周年到现在 带来了最严重的挑战 这样的一种勇气 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是 世界上在前线的那些人 来帮助我们 给我们支持 提供营养 提供治疗 包括我们的医疗工作人员 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他们展现了巨大的勇气 我想要去 首先借此机会 要感谢他们 帮助我们共同努力 更好的进行具体的 应对疫情的工作 因为这个危机 比其他危机都需要我们 需要我们合作 需要我们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首先我要表示 我支持科学和知识 我也相信人类 能够应对这个疫情 我们会找到 疫情的治疗方法 但是我们在期待 这个时间到来之前 我们都需要 能够和疫情共生 这是我们没有任何选择的 事情 世界需要知道 我们有一个新的现实 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人 展现出了我们的脆弱性 也需要我们承担起责任 这个新的现实 新的世界的现实 非常清楚 非常残破 强迫 残忍 那我们不能够要陷入绝望 不能够失去信心 要非常清楚地知道 我们有什么样的挑战 和问题 在最近 我们看到各种问题 和挑战也都加剧了 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 或者是在抗议中 取得的进展都出现了倒退 我们看到很多年以来 我们在打击其他的像HIV肺炎和 劣迹等传染疾病方面 这方面呢 经验我们要充分使用 但是我们现在落在后面 有3700万人 现在仍然处在贫困中 安全问题是严重的问题 影响到了世界 很多人 10亿学生 由于160国家学校关门 不能够就学 而很多的学生 包括4000万的人不能够去开启 他们的就学过程 而女性会受到很多像家庭暴力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问题 那这个疫情带来的很多的后果 影响了整个心血 会影响到整个的世界各国 因此我们看到 我们需要集体的行动 但这种集体行动 却出现了碎片化和破裂的情况 那我们看到国际社会 国际组织是非常需要的 我们需要像世卫组织等等 但是会看到 被有的时候 被利益拥有的时候被指责 而第三方这种科学专家 或者是记者等等 这些是非常重要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 疫情发生的情况 以及更好的应对 但是呢也会被国家的宣传质疑 或者是由于虚假信息的传播 受到影响 我们联合国本身 也受到了各种的影响 联合国的安理会 是保证世界和平稳定的机构 但是遇到很大的挑战 不能达成意见一致 也就是要有一个 人道主义停火的协议 我们需要所有的人 来支持才行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困难 没有办法去达成 这样的一个非常 要求很少的一个协议 那就算是在这种最 另外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看到 大家做到一起 因为看到有些国家 他们想要去 展现出自己的敌对 而不是去进行 集体的有效的合作 而这些过去疫情之前 已经存在的一间分歧 也带来了 这种霸权式的 这种大国之间的冲突 也让我们开始质疑 多边主义 或者是多边主义的使用 也损害了国际法这些 由于疫情得到了加速和恶化 我们不能够闭上眼睛 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会去 做事不管 或者是由于这个疫情 对于本组织来说 应该是一个冲击 能够要让大家警醒起来 因为考虑到有现在的这个挑战 我们还是有一些希望的存在 欧盟 除了虽然有可能有自己的一些 意见不一致 但是呢 采取了各种团结和协商一致的做法 来为欧洲的未来做努力 他们也推动20国集团在倡议 帮助那些最脆弱的国家应对疫情 减轻 很多国家的债务 这个因为会影响到整个大陆 而在20国财长部门 部长会议上 他们第一次去 暂停了对于最穷国家 非洲国家的债务的偿还 因此 在欧洲的努力下 我们进行了这种倡议的执行 让所有的人能够帮助他们进行抗疫的工作 另外欧洲也帮助 世卫组织更好地取得新冠应对的 也能够有预警机制 而且我们也和非洲美洲一起合作 提出和实现各种解决方案 推动团结和合作 我们需要依靠善意的力量 因为在现在的世界里面 我们不能够仅仅是 看向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立 不管是这两个大国 在世界上占有多么大的重要地位 不管 我们过去的历史是怎么样的 尤其是和美国之间的历史 怎么样的 现在的危机 以及我们的合作框架的崩溃 我前面提到的各种脆弱性 这些都意味着 我们必须 要构建一个新的秩序 也就是欧洲 需要全面地承担其责任 把其价值 以及对于未来的愿景 体现出来 要知道如何能够 带来新的解决方案 因为我们在基地上 不能够仅仅有一个 这种两步的跳舞 也就是我们 让别人做成这种 没有能力的旁观者 我们其实是有一些 工作可以做的 让我们充分使用这些条件 定义我们的优先事项 明确地做出选择 推动新的联盟 在未来几周里面 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关键的选择 需要做出 也要做决定 这个是为人民和国际社会 有很大影响力的这些决策 它们会影响到 我们国家的人们的 生命生活和世界的运行 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够犹豫 我们需要能够知道 出现很多问题时 我们才需要去 回归最基本的元素 我相信自从 新冠危机开始到现在 这个不是一个打开 然后又关上的一个方括号 其实呢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面 已经面对的很多 根深蒂固的危机 这个是由于我们 互联互通的 互相依赖的原因 因为如果想要去 我们相信未来肯定会有 对于疫情的治疗方法 但是肯定没有一个 奇迹性的治疗 治疗对于 现代秩序的破坏 也没有一个奇迹性的治疗 治疗我们现在处在的治疗 那这个也就是 我们这个社会是互相依靠的 但是同时又有大量的 意见不一致 也就是很多人 观点不一样 我们也不能够找到 迅速的解决方案 我们现在在这个局势里面呢 我们自己可能会破坏 自己的合作框架 而这个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 努力建立起来的 所以我想要去在大会面前 做一下的发言 也就是对于法国来说 五个优先事项 我们会希望和欧洲的伙伴 一起能努力实现 最重要的就是 要有强大的善意 共同努力 保证我们能够准备好 打下基础 实现新的协商一致 能够保证 采取具体的行动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应对世界的各种问题 第一个原则 或者第一个目标 就是要打击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蔓延 要终结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我对我们 集体安全的主要挑战 我们要有最大的施压的战略 过去的几年里面 我们却没有能够看到 应对在伊朗的 影响稳定的各种活动 大家应该知道 法国并不是开始谈判的 开启谈判的国家 也就是关于全面 伊朗核协议的这个 启动国 但是法国和德国 以及其他的国家 会保持 我们的要求 也就是这个协议 要得到全面的 执行 已经2015年 为难的协议 我们也不能够接受 伊朗违反这个 全面核协议 我们不能够去 损害这个协议 因为我们看到 美国的总统 退出了这个协议 但是我们不要去 减损这个协议 这个会损害 安理会和其决定 以及加剧 这个区域的紧张局势 当然我们需要去构建 一个框架 有效的采取行动 正如我之前 两年前在大会说的 我们需要完成 2015年的协议的执行 要及时 这么做 并且要长期来这么做 保证伊朗拥有 无法获得核武器 并且要保证 我们要能够 更好地响应 伊朗的导弹活动 以及其在这个区域的 影响稳定的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朝鲜 我们支持美国 采取的一些行动 允许进行 推动进行谈判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 有实质的成果 但是这个倡议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期待的是 要有具体的一些 承诺的姿态 以及朝鲜的参与 它需要完全遵守 安全理事过相关的决议 要以善意迅速地执行 并且要承诺 适合化的过程 一定要 可核杂不可逆 这是唯一的实现解决方案 长期和平 实现长期和平的方法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 稳定和区域安全 另外 这个对于国际 和平和安全 也是十关重要的 同样 我们也不能够允许 在欧洲 俄罗斯或者叙利亚 使用化学武器 我代表 集体安全 想要重申 向俄罗斯重申 我们需要弄清楚 对于政治反对派 使用神经毒气 Novachuk的这个情况 要调查清楚 一定要明确地 迅速地弄清楚 因为我们要执行 我们的红线政策 在这方面 法国也一直是准备好 要保证 这些红线的有效性 或者是 只要我还是 法国总统 都会这么做 我们的集体安全 也是关于要打击 恐怖主义 不管在哪里 都要打击恐怖主义 法国几年前 几次受到了 恐怖主义 在本土的袭击 付出了大量的伤亡 有的时候 这些袭击是在 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中心 孕育的 我这里想到的是 在叙利亚的 从叙利亚组织的 2015年的 对于法国的袭击 那我们在这里要支持 伊拉克的主权 以及在撒赫勒的伙伴关系 在我们会国际 和国际联系 一起打击伊斯兰国 另外我们也要去终结 我们成功地终结了 哈利法国的建立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 我们工作的终止 我们要继续 打击恐怖主义 以国际联盟的方式 和去伙伴一起 怎么做在这里 我想要一集的是 叙利亚的库尔德人 战斗人员的角色 他们和 打击达伊莎 和恐怖主义联军 协同作战 以及 伊拉克和伊拉克人民 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以及他们继续 会在反恐中扮演的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支持 各种伊拉克现在 在做的很多倡议 会继续这么做 推动其主权 以及在反恐中扮演很多角色 萨哈勒大家都知道法国 一直非常关注 我们会和五个萨哈勒国家 共同努力 以及 努尔克肖特峰会上 我们能够打下了基础 建立联盟加强 在这个区域 打击我们两个敌人 第一就是伊斯兰国 第二是基地 这两个组织最近 遭受了很大的打击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 更多的关注 三个 前线地区能够带来 实在在的成果 前所有的成果 我们会继续在 欧洲和美国伙伴支持下 支持萨哈勒五国部队 他们也能够 重新收复 很多的过去 优势的一些地区 我们要继续这种势头 另外我们也想要 一起 我们最近几周看到的一个停火 或者是一个事实 就是要推动民主和反恐是一体的 那民主反恐和法治 只有这样 这些才能够带来 萨哈勒的和平 在马里我们看到 发生的这些情况呢 一定要遵守这些原则 我们一定要让马里 回到 不可逆的过程 能够回到平民的 文职的管理 进行合适的选举 法国和其余非洲的伙伴一起 我们要有一个条件 才能够提供支持 我治疗非常明确的指出 就是法国 是 驻扎在马里 和这个区域的其他国家的 这个是在主权国家 和区域组织要求下 这么做的 等到这些国家 他们希望看到我们 离开 或者想要去 积极之力 打击恐怖主义 我们就会撤出 我们因此强调 我之前 一直在帕瓦和 努尔特肖特都在强调 也是 由马里的 军政府去重申的 我们在这方面 非常的重视 我们重视 国家的主权 我们认为反恐的行动 想要有效 长期 那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一些事项 要尊重各国的主权才行 要有大胆的 解决方案 共同努力 实现解决方案 那么谈一下利比亚 利比亚对于区域的稳定 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也看到 外部的干涉存在 我认为 在未来几个月 对于利比亚的预先事项 就是要有建设和平和稳定 也要尊重 主权 和平和稳定 需要进行重新定义 因为我们看到情况 由于新冠危机 带来的一些情况的变化 美国 它的撤出 本来是 应该是最后的一个担保者 但是这个系统 我们看到 有其他的国家 也在去 施加影响力 向中国 对于 其境外的国家的影响 还有呢 就是 其他的一些欧洲的趋势 这一些情况都需要我们重新思考 我们集体的 对于保证和平安权的 集体承诺 另外 在这个领域的行动原则 需要弄清楚 我们 也在执行时 不要手软 一定要尊重 各国主权 法治 另外 我们要去弄清楚 有什么样的需求和责任 以便有效地执行 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各种决定 这个也是我们在黎巴嫩所做的工作 也就是黎巴嫩的 人民的 希望能够得到尊重 倾听和支持 不管 黎巴嫩政治阶层 他们有什么样的误导 在这里我要重申 我全面支持黎巴嫩人民 以及我决心 采取行动 并且要全面地支持 尊重黎巴嫩人民 我前面也一直说 要本质友谊的精神 帮助黎巴嫩人民改善生活 找到和平的路径 以及实现民主的路径 黎巴嫩对于所有人类来说 是一个宝库 它是一个宝库 是因为它是一种民主和多元化的一种例外 在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看到大量的恐怖主义 和霸权 但是呢 尼巴嫩是个例外 联合国需要以具体的方式 正如他们在过去所做的 要和公民社会 一起满足当地的 现在急迫的需求 进行重建 现在说一下叙利亚 叙利亚的在日内娃 联合国主持下的和谈 重新开始是积极的一步 但是不能够仅限于 起草一个新的宪法 它也需要包括 有透明的定期的自由的选举 也要尊重 叙利亚人民的主权和希望 法国和其欧洲伙伴会继续 把重建资金和关系正常化 加上条件也就是 一定要有可信的 长期的解决方案才行 这也是唯一的 在这个区域消除恐怖主义的方法 在中东的和平 是我们必须的 首先是对于巴欲来说 实际上对所有人来说也是这样 我很高兴地看到以色列 有两个阿拉伯国家 跟他们重新恢复 开始正式建交 这是未来的希望 当然长期的公平的和平 最重要的是需要果决的谈判 能够允许巴勒斯坦人们 最终能够享受到他们的权利 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 必须要勇敢的谈判 能够解决那些最严峻的 最难谈的问题 同时要尊重双方的合法的需求 也要全面地认可 各方的安全和主权 我认为要想实现和平的话 他一定不能够基于霸权 或者是不能够用钱来买过来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羞辱 是不能够靠钱来买回来的 因此需要我们集体地共同实现 大胆地解决方案 那么现在看一下利比亚这个危机 对于区域稳定有很大的影响 也由于外部的干涉恶化 利比亚我们认为是明显地展示了 如果要是我们不尊重国家的主权 会打来什么样的错误 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想要去 只有有自愿才能够通过实现过度 推动人们的福祉 另外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些非常具体的决定 就像欧洲在做都要尊重禁运 武器禁运 这个是联合国的决定 这种禁运 有好几方都违反了 也不可持续 有几个国家继续进口 从叙利亚的战区输入战斗人员 也就是把恐怖主义出口到其他区域的其他国家 这是违反利比亚的利益的 也是违反了萨赫勒邻国和欧洲的利益的 自己来看 我们一直都就这些行动没有发出声音 我们需要大胜地在未来几周发出声音 我们再和利比亚邻国合作 以便能够实现长期的停火 也要开始一个进程 能够允许和平地解决冲突 在联合国主持下这么做 法国有一个倡议 在未来几周和秘书长合作 让利比亚邻国做到一起 重新做出承诺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在地中海东部 我们需要有有效的明确的对话 能够避免新的冲突 因为这个会损害国际法 地中海国家 欧盟的地中海国家非常明确的支持 这个倡议他们是在几天前 阿扎克森这么做的 我们尊重土耳其 我们愿意和他们对话 但是土耳其也要尊重欧洲的主权 国际法 也要说清楚 土耳其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行动 各种辱骂重伤没有用 所有的各种行径和语言 是不是负责任国家的做法 因此 我们需要的是 真正负起责任 在欧洲我们愿意进行对话 并且也需要有一个建立这种 地中海的各种合作 我们要去尊重国际法合作和 盟友之间的尊重 关于我们想要去 在乌克兰方面的话 我们能够看到 德国的总理能够取得一些进展 但是我们在白亚罗斯看到 对于欧洲带来新的一些冲突 那我们需要去尊重俄罗斯人们 他们的愿景和想法 我们要去支持他们 我要非常坚定地来表达 那国家的政治对话要建立起来 而外部的任何干预都要避免 和德国总理一起 以及和欧洲理事会主席一起 我们有机会和普京总统进行沟通 指出欧安组织的调节很重要 我们不认为有任何其他选择 我们不接受干预 不接受充满负罪感的沉默 我们需要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责任 历史和地理情况 当然我们相信我们区域能取得和平和稳定 我们需要去为欧洲大陆构建 可持续的稳定的新的范式 而想要实现这一点的话 不能够光看历史性的协议 或者是在过去几年这些协议 把它们去废除 那如果我们看到欧洲的集体稳定和安全 我必须要指出的是 我们现在取在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自己的和平和安全 很大程度上来看 取决于在过去美国和苏联签的各种协议 而这些协议在过去十年里面逐渐被废除 比如说INF协议 它的终结是一个重要的 我们要应对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欧洲人能够重新推动 全面的重新勃勃的讨论和邻国一起 讨论我们的基地安全 构建新的范式 会考虑到这些历史性协议的终结 我要非常明确地指出 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基地安全 去让渡给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 第三点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共同的善意和商品 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要超越我们本国的利益或者是区域的利益 保护我们的共同的善 不会违反我们的主权 这是唯一的方式能够更好的掌控自己的命运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危机 告诉我们 再次告诉我们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一个人在疫情中的健康呢 就是代表所有人的健康 我们有独特的机会 能够在抗疫方面 能够成为全球的公共商品 所有人都能够获得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ACTAE下面采取的行动 其目标是在未来几个月里面 在几个领域 想加强医疗体系 等等方面做出努力 因为医疗是一个全球的公共商品 我们在过去几年里面 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另外呢我们在里昂 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如何能够调动国际社会 提供资金更好的 打击这个疫情的问题 那我们也会继续这么做 在未来几个月会更加有力的这么做 气候和生物对应性 也必须是我们的集体移成的一部分 不光是要说也要做 12月份 就是巴黎协1,15周年了 我们也明确的知道 我们集体的目标是什么 是现在无法实现的 对于疫情的响应 改变了所有的东西 因为各国的恢复的计划 是历史的机会 能够去转变我们的经济和发展 这应该是欧盟工作的中心 我要感谢欧委会主席 所做的承诺 这必须是我们在七国 二十国集团的工作的中心 这很关键 所以呢 我也想要去希望法国 纪念巴黎协议五周年的方式 是再一次的调动国际社会 调动他们的努力 让我们弄清楚 我们在承诺实现方面 处在什么位置 不要去改这种和量方式 或者是不要任何的疑惑混淆 而是重新调动我们区域的和国家 实现全面的透明性 并且要本着一种积极的精神 欧洲会在未来几周里面达成协议 应对及到2050年实现 碳中和的目标 欧委会主席指出 到2030年至少 把温时机的排放降低55% 因此我们需要更快的 更强烈力的策取行动 有悬心勃勃的排放交易系统 以及碳边界税 这些呢都是互相帮助的 就是一定要采取一览自行动才行 和我们的欧洲和英国伙伴一起 我们会希望能够 最大的一些排放国 做出承诺 迎接第26次第1月国会议 也就是我们在12月份的会议 会主要关注这一点 在11月份我们会在巴黎开会 和发展银行开会保证 资金能够继续提供给 有环境友好的 能够有团结性的 支持生活多样性的经济恢复 也要考虑到 气候变化和人健康之间的关联 因此我们会在 马赛和联合国世界银行 一起组织会议 这会是一个名叫 一个星球的峰会 考虑具体的行动 更好的保护海洋 陆地生态农业 以及打击毁林 更好的推动生态系统 和物种的保护 然后呢包括像海洋 两极和热带森林 都是全球的人类的遗产 因此我们需要保护它们 我们也需要 要考虑到 联合国通过 气候 中文端上性和打击 沙漠化的相关的最终期限 那我提议在明年在纽约 在三个第二个会议之前 能够去开会 给这个三个会议呢 提供更好的动力 带来真正的结果 数字工县也是一个共同的商品 独特的共同商品 是非常开放的 也应该要有新的治理 这样的话 它不会被盗版或者利用 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最近做了一些倡议 我们的方式是 由基督臣倡议的信息 呼吁和其他的这种 人工智能的倡议 我们在这里欢迎 新西兰的总理和约旦 国王在这方面 共同的支持 那除此之外 我们不光需要承诺 我们也需要 大的这些人商 和大的平台 采取行动 我们也需要 所有的人都承诺 制定法律 监管 在区域层面监管 以便能够实现 我们的承诺 而打击仇恨 恐怖主义 最终要建立 互联网上的公共秩序 是创新技术 和自由的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想要有自由的话 一定要公共秩序才行 我们需要国际承诺 我认为保护言论自由 想要实现的话 前提就是要打击 恐怖言论 仇恨言论 以及各种匿名性 因为这个是 有的时候是会 能够助长暴力的蔓延 因此这个议程很重要 我们会继续 大力地推动 最后 我也是想要指出 我下面说的是 在疫情大背景下 教育也是个 非常重要的公共商品 我们未来几年 也会继续努力 数亿的年轻人 由于疫情 不能接受教育 但是教育 尤其是女童的教育 仍然是我们的预先事项 对非洲来说 特别重要 和马基萨尔总统一起 我们也一直努力推动 全球 教育伙伴关系的工作 我们筹集了新的资金 在这个倡议下提供 相关的行动的资金 而世界银行 联合国 和全球 教育伙伴 而机会 等等 都能扮演中的决策 就是我们双篇的行动 要得到加强 以便能够更有效地 在未来几个月 几年里面 改进教育 尤其是女童教育 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 远没有结束 我们也不能忘记 它是法国 工作的重心 以便能够更好的捍卫 全球公共商品 我们第四个一件事项 就是要推动一个全球的 新的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 是由哥伦布和麦哲伦 开启的 也就是大发现的时代 最早的 最开始的这些侵略等等 还有呢 这个是属于一个 试错的阶段吧 有的时候啊 是会有这种 有互相的不理解 第二个阶段呢 是工业革命和 十九世纪的这种 全球的帝国 这个特点呢 是贸易 一开始的最初的 一些国家的开放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像奴隶贸易剥削 有一些国家实现了发展 另外呢 有些国家被奴役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 人口的第一批的流动 和我们整个世界的 由于这些权力的变化 带来的重新变化 第三个阶段是 1989年柏林墙倒塌 边境开放 以及大家认为 有可能能够更好的 人员和物品的自由流动 以及由于互联网蔓延 所以呢 可以让大家各种 想法价值和利益 能够得到分享和交流 那么在这个 全球化的阶段 也就是我们现在 正在大力经过的 迅速经过的 这个阶段我们能够把 每一个这个时代呢 分开 但是呢 在这个第三个阶段 其实是有很多的挑战 只要在未来过去十年里面 因为呢 它背后有这种 更生帝国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这个全球化 应该是和平的选交化 能够重视价值 要尊重 普遍尊重各他者 但是呢 我们看到 由于金融危机 或者世界的变化 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令我们看到 人们的回反 国家的意识 以及 由于现在的这个疫情 带来了挑战 而全球化说到 另外的挑战呢 就是非常 更生帝国的风险 危机 包括像西方的 中产阶级的危机 有的时候 这些中产阶级 他们担心这个新的秩序 或者是 一个幸福的选交化 可能会让这些中产阶级 主要是西方的中产阶级 带来一些问题 因为这些中产阶级呢 一直是经济和 文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很开放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不能够 否认 这个阶段带来了很多的进展 这个全球化的第三阶段吧 第三个时代 能够带来了很多的繁荣 让数亿人得以脱贫 而且重新分配了 由于贸易和全球生产 重新分配了很多的资源和利益 另外开放能够让我们 知道 看到这些商品的流通 带来了部分带来的和平 因此 我们如果要是 固步自封是很危险的 不能够呢 再重新回到保护主义 或者是通过像 贸易战争 以及关税等等 怎么做 因为这么做的话 会让我们闭关锁国 或者是开始支持这种 强权的力量的逻辑 因为我们看到 想要解决这个危机的话 不能够去 回归什么民粹主义 或者是民族主义 极端主义等等 很明显我们看到 全球的价值链 需要重新考虑 因为这个危机展现出 战略的领域像 医疗 数字领域 人工智能 粮食等 这些领域的互相依赖 它可能会损害 主权的自由行使 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好的 互相关联性 但是呢 它们也让我们脆弱 我们需要保证 有开放的国际贸易 因为这个对于 社会经济来说 是好的 另外 我们也不能够回到 所有的国内来这么做 我们看到 由于合作 带来了各种互相依靠 但是呢 如果要是完全依靠 另外国家 不管是技术 粮食 还是工业的依靠 会带来错误性 不能够让我们能够 实现合适的平衡 最后 在这个新的 全球秩序的不平等 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已经让很多国家 数以人脱贫 我们也减少了 南北的一些不平等 但是我们构建了 我们的国家内部的 一些不平等的问题 而这种新的 全球秩序 会让这些前面问题 从民主上来开始 可持续的 另外我们也 构建了这种 全球良心的全球化 而这个全球化 不光是 像互联网和知识的 全球化 而是情感和仇恨的 全球化的问题 而在所有的这些危机中 我们都需要去提出响应 正是 为此 欧盟和其他国家 在讨论 制定相关战略 我们的国际规则 需要能够进行改正 考虑到这些情况 另外能够 平衡的国际合作 尊重 各国的主权 更好地造福所有人 应对不平等的问题 应该是 我们新的全球化的中心 法国提供了一些倡议 支持女性企业家 全球教育 伙伴关系 所有人都能获得医疗 打击不平等等等活动 但我们还要做到更多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大家能看到 我们现在生存的 这个世界里面呢 是基于一个学术的协商医治 但是呢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 政治协商医治 和对市场的协商医治 就是一个共识吧 华盛顿共识 这种华盛顿共识呢 其实也一直存在 我们需要能够 有一个更平等 更公平 更平衡 更长期 更持续的可持 全球化 为它做下一个 打下一个基础 另外我们要重新思考 如何能够有 更公平的主角 和公平的贸易 这些 在 其中心 要能够打击不平等 各种表现形式 不管是 性别 经济不平等 还要打击气候变化 要推动生活多样性 能够让我们 以长期的方式 来 实现全球的 新的平衡 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去 做一些几周 在巴黎论坛之后 几周之后 巴黎论坛做一些 新的提议 那我们会 由欧委会 国际货币经营组织 和其他的伙伴方 本着善意 来做这个相关工作 这很重要 非洲和欧洲 会是这个新的 全球化定义的 推动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继续努力 作为现有的倡议的部分 帮助非洲国家 应对疫情问题 还有就是 在经济社会 人造主义方面 问题提供支持 11月份的 20国会议很重要 能够执行 暂停 债务偿还 能够要进一步推动 另外我们要更好的支持 公民社会的大量的力量 还有非洲的年轻人的力量 因为非洲 未来就是年轻人 因此我们也有 很多的倡议 回家为了几个月 和非洲的乔名一起 提出这些倡议 支持非洲的司令部门 第五个 我想说的最后的 目标呢就是 尊重国际人造主义法 和每个人的根本权利 我认为 这是很关键的 只有 实现这点才能够保证 我们组织的存在和生存 确实 在这个区域 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 一些后退 尤其呢 还会看到大量的 沉默 联合国建立到 我们看到五千个 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被袭击 一千八百人被害 去年伤亡人数最多 我这里尤其想要 指出的是 要感谢那些年轻的 法国男性女性 他们在联合国 他们在ACTED这个组织下面 也在尼日尔遇害 而且是在去年八月份 遇害 联合国不能够 做事不见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和法官之友 以及国际伙伴一起 在构建一些倡议 能够保证有效的 执行国际法 保护人道主义 员工 打击有罪不凡 人道主义空间 是一个人类的 共同的遗产 要能够保证 让平民能够有准入 以及支持那些平民 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能够准入 我们看到了有一些挫折 另外我们甚至看到 这里是为了常任理事国 做了一些不可接受的行动 尤其在 包括在叙利亚的问题 因此我们要尊重 人道主义的行动 我们不能够把它利用 那么在人特主义领域的 采取责任 其实也是展现出 我们的主权和人性 这个也必须要在 以喜方面考虑进去 在希腊 Maria的情况非常严重 法国和德国 以及其他的伙伴 能够去更好地接受难民 我们必须要更多努力 更好地管理 移民的流动终结 人口贩运运终结 人们不得不离开 背景离乡的这种原因 这也是我们在 未来几周里面 欧洲的关键的内容 我们必须要加强 努力打击舌头 也需要承担起 自己的责任 最后 根本的权力 不是一个西方的概念 不能够把它称为是 西方的干预 这些原则 其实本组织的原则 也放在了 联合国的成员 都支持的文件中 这也是为什么法国 也要求在联合国主持下 要派一个代表团去新疆 去解决我们集体的关注 也就是关于 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情况 进行调查 我们也不能够容忍 在北京会议之后25年 女性的权力 仍然还有很大的挫折 由于这个原因 明年夏天 我们会组织一个 性别平等的会议 和妇女署公民社会 一起合作 讨论 女性的教育 女性的解放 以及有效的 执行人权的内容 这五个原则 是我们法国认为 要构建国际秩序的 需要遵守的五个原则 保证本组织的基础 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反过来 我们必须要充分地应对 充分利用变革 而不是要被变革 牵着鼻子走 这个呢 是邱吉尔说过的 我们要有一个 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 要有明确地 制定清楚的规则 所有各方都要尊重 多边主义 不是仅仅是一个 由于要一个思想 而是呢 有其业务的必须性 国际合作 其实会有其困难性 但是它是客观的 重要的内容 当然我们不能够 接受话语上的多边主义 只是就一些 共同的 最少的共同点 达成一件一致 掩盖我们大量的 巨大的不同 我们需要改变方法 也需要明确地知道 我们需要 同意各种的 联盟和原则 而在现代的世界里面的 多边主义 也需要让国际组织 私营部门 NGO公司 研究人员和公民 都在意进来 每一个人 都是在我们行动中得理相关方 它需要具坚实的基础 要能够 有善意 要明确的目标和规则 也需要 有问责机制 分清责任 因此 在巴黎和平论坛 也就是 11月份的会议 我们会和欧洲 非洲伙伴一起 以及那些 像亚洲 美洲 加入的 代表一致 能够去带来 国际商一致的基础 国际共识的基础 为本组织 提供新的基石 我们认为要有 非常严谨的 细致的工作 以便重建国际秩序 让我们能够 让后世 不会再遭战祸 重申 人权 和国家之间的平等 推动社会进步 有更大的自由 这个也是 联合国宪章的承诺 现在我们要 采取行动了 我相信 意愿的力量 以及真诚 和勇气的力量 我们在这个时候 给 给大家发言 虽然我们是 隔着屏幕 原设中央 远隔重阳 但是 我想到了几天前 我看到黎巴嫩的女童 她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但是她 说要努力 为自己相信的东西 做斗争 另外我也想起 那些年轻的 法国的公民 在尼日尔被害 因为他们相信 要推动一个 有人性团结 和友谊的国家 和世界 我相信 由于这些精神 会鼓舞我们 采取行动 不让我们去 变成奉食祭俗的人 因此我们需要 采取行动 也不会 去采取一些 没有用的解决方案 或者是 丧失信心 因此 我们看到 会有男同女童 她们一直在世界各地 相信这个世界 会非常的积极 这也是因为 她们支持这些原则 如果要是 我们背叛了 她们的信任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 最要 为她们的幻灭 负下责任的 而且呢 会让她们 失去所有 因此我们要采取行动 我也知道 我们有能力 这么做 我们会尽其所能 我也知道 很多同事 都准备好 尽其所能 我希望 大家所有人 都共同努力 谢谢